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喜乐 大家春节快乐 今天是小年夜 我们要谈的主题是 围炉 吃年夜饭 所以我们特别选择 在台北市松江路的 边田庄这个餐厅 来拍摄 来直播 并且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桌上 准备了非常精美的菜肴 我们一面吃一面谈 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 做直播的节目 有的吃 我们现在请到三位我的客人 论坛报的工作伙伴 这三位我们的工作伙伴 要分别用一点点时间 介绍他们自己 我们从哪一位开始 我先好了 请 各位朋友 各位家人 我叫刘宜光 老婆 我上论坛直播的节目了 长老刚刚说自我介绍 其实 我喜欢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生命的见证 我从小是基督教家庭长大 但是 我父母让我在 在我16岁的时候 之前可以自己找寻自己想要的 过程中 也很感谢主 让父母可以给我很多的空间 虽然有的时候 会让他们觉得很头痛 因为自己的叛逆 但是在过程中 到18岁后 我发现 有一个信仰 是能够让我真正找到平安 于是我就认识了主 一直到现在 经历了很多生命的改变 也经历了很多生命当中 很多的体验 这都是神给我的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第二位我们请施维 他来介绍他自己 论能报读者 带他新年快乐 新春蒙福 我叫施维 我在编辑部担任美编的工作 我来论谈报十年了 从2008年开始 我在2009年的时候受洗 受洗的原因是因为 当年乔派国牧师 从美国来这边参加医治特会 然后他有孙道来论谈做分享 他来分享的时候 我之前常会觉得背会有点酸痛 然后他医治我的长短脚 然后我病得医治之后 我都觉得有这么奇妙伟大的神在 他对我的好 我必须要自恩徒报 来信仰这个伟大的神 谢谢 我们第三位 我们请正伟 各位论坛报的读者朋友 你们好 我叫高正伟 我在论坛报是做资讯方面的工作 其实我在信主的过程里面 我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觉得我会幸福 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读资讯的关系 我的朋友他那个时候 跟我在大学里面 他带我认识了团契 但是我心里面一直对 一直对信仰上面有很多的疑问 我在这个上面得不到解答的时候 我就心里担心说他不知道这个东西 到底对我是好是不好 但是让我真正去认识到主 去明白主在我生命中重要的地方 是因为我在团契的生活里面 看见到弟兄姐妹相处的那份爱 那个爱让我重新回头看到我家人 其实那时候他一直以来 也是对我有这样的一份爱的方式 只是他们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因为这个信仰的关系 我更能够去敞开心 来跟我的家人去相处 这是我们两个问题 现在轮到我介绍我自己 因为今天是我们讨论年月饭 我想观众朋友大概没人会想到 除非是我的家人 我今年77岁 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全家人 在一起吃过团圆饭 年月饭 或者说我这一生当中 没有一次跟我的爸爸妈妈 跟我所有的兄弟姐妹 在一起吃过一次饭 我想你们简直认为不可思议 因为我的背景很特别 我爸爸有两个太太 一口气生了12个孩子 那我的爸爸又很特别 他如果今年建在131岁 黄埔第一期毕业 第一批升师长 第一批升少将 在他年轻时候飞黄腾胆 因为他到处作战 所以我们的兄弟姐妹 从来没有聚过在一起 有些哥哥是给祖母养 有些是给那个妈妈养 两个妈妈在年轻时候没见过面 所以我们整个家庭没有吃过一次团圆饭 我从来不晓得全家人吃团圆饭 是什么感觉没有 我想我们的观众很多是单身 可能有些是孤儿 有些是寡妇 你们可能没有吃过年夜饭 跟家人 我等一下向各位介绍 其实我吃了很多次的团圆饭 在哪里 在神的家 上帝使孤独的有家 十篇六十六篇 六十八篇 他让我们在地上有两个家 一个是我们肉身的家 一个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就成为教会 教会就是神的家 是信徒的家 那个家比这个家更大 更有爱 等一下回来介绍 现在你们都吃过年夜饭 那如果家里有不信主的非基督徒 家人朋友 可能会在信仰上有一些 我们叫冲突 我们叫矛盾 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我不晓得三位工作伙伴 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问题 如果有的话 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它 你们有的话就可以提问 我来尝试我的理由来帮你们做一个回应 因为过年几天大家会打麻将或是买肉口 争甘习气 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事 打麻将如果不是为了赢输钱 是为了促进家人的感情 因为我们中国人在一起 你说除了吃饭也不能整天吃 怎么样可以有机会呢 外国人可能是打桥牌 我们中国人大概大部分过年 就是用打麻将 如果打麻将不是为了赢输钱 It's ok 我的岳母九十多岁失智 每一次打麻将清清楚楚 麻将能够让她的脑筋灵活 这个麻将我们反对叫健康麻将 关于乐透 人为什么买乐透 希望发财 希望发财 那提摩太前书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不可以贪财 贪财为万额之根 所以乐透 这种东西 财券你不要买 但是如果是因为统一发票中奖 那感谢上帝 不要忘记神的之一奉献 那如果呢 你乐于更奉献的话 也不错 我们桌上有一个壶 叫做神纸壶 你如果中了统一发票 你奉献一万块 就免费送你一个 我们现在请同工 倒茶给我们试试看 示范一下 很特别的哦 从底下露出来的 手指头一搬 再一放就回来 申请专利的 如果你订论坛报五年的话 免费送给你一个 我们现场有这么好的东西 向大家推荐 所以乐透不要买 同意发票 求主让我们中奖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长老 像我们家是第一个姓主的 你是第一个姓主的 就是我父母 哦 父母 你们父母是第一代的姓主 但是他的兄弟姐妹都不是 对 于是吃饭的时候 如何传福音 让他们不会觉得反感 第一个 我是我家里第一个姓主的 第二个我是客家人 各位晓得客家人非常的保守 对传统很坚持 你要改变信仰 简直是离经叛道 我是第一个 那吃饭的时候卸饭 家里反感是什么 父亲看到儿子卸饭 谢谢天父给我吃饭 一拍桌子 你吃的饭是老子赚钱养你的 你怎么向天父感谢呢 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弟 怎么感谢呢 怎么谢饭呢 主啊 谢谢你给我一个好爸爸 好妈妈 他们有安定的工作 可以赚钱买饭给我吃 谢谢农夫种米给我吃 谢谢渔夫抓鱼给我吃 谢谢天父创造了鱼 创造了麦 创造了菜 创造了水果 又创造了我的爸爸妈妈 渔夫农夫 你这样的泄 爸爸妈妈反感会小一点 饮水要什么 施缘 吃果这要什么 拜树头 我们万物的本源是谁 上帝 圣经告诉我们 他把生命万物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感谢就一路 泄到底 他们就不会反感 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 我们在团圆饭的时候 家里的人如果不是信主的 通常那些饭或者是饭菜都会拿来拜货 再来吃 那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时候 碰到这样子的食物我们可不可以吃 圣经告诉我们 其实偶像什么祖先都算什么 他们不是神明 他们不是神 但是为了别人的软弱 我们不吃 所以我怎么办呢 我也鼓励别人怎样办 在吃团圆饭要拜 对不对 请爸爸妈妈可不可以留下一小份 水不拜的让我来吃 我们为什么不拜 要告诉你 他们会说我们忘本 祖先都不拜 我们说拜对圣经来讲 他唯一的对象是上帝 所以我们叫敬拜上帝 我们不是敬拜祖先 祖先是人 我们尊敬祖先 我们敬重祖先 我们追念祖先 这是礼仪上的不同 外国的总统来 21响礼泡 外国的总理来 19响国际礼仪 神用拜 主先用 所以跟爸爸妈妈说 我们敬祖 我们也碰到我这种困难 我们跟我妈妈说 你们一定没有我 那么爱我的祖宗 因为我每天为我的 祖宗感谢上帝 可是我不拜祂 因为祂不是上帝 上帝话我们拜错了 就像看医生 看错医生 要你的命 所以我们跟他们解释好以后 请他们留一份 单独留下来 我们吃那一份 刚才疑问的我没有回答 吃饭的时候怎么样传福音 这是个好机会 什么好机会呢 今天我们到了这个 这个边田庄 我们等一下吃这个菜 色香味俱全 我们会不会推荐别人来吃 会吧 那我们有了好的信仰 要不要推荐给别人 要吧 那我常常用那个方法 如果各位看我讲到 我大概常用的方法 我问所有的朋友 亲戚甚陌生人 你们希望不希望明天会更好 希望 我们明天会更好 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电风扇变成空调 铁路变高铁 黑金刚变智慧型手机 收音机变电视 黑白变彩色 我们都在进步 没有信耶稣以前 我们都以前都没有信耶稣 我们不是生下来 可能有人是第二代 可是你还是直接信耶稣 大家可以吃点东西 我来讲 因为我信饭 我只吃饭 我不吃菜 你们没有信菜的吧 反正就要吃菜 没有信耶稣以前 请问你我只有谁的爱 人间的爱 我信耶稣以后呢 上帝的爱 要不要 我没有信耶稣以前 我只有人的智慧 我信耶稣以后呢 神的智慧 上帝的智慧 我没有信耶稣前 出高中读了七年 刘吉英言博考五年 倒数第三名毕业 信耶稣那年暑假 我考取了成大 吊车尾进去 最后一分 数学考一分进去 谢谢 四年以后 我全成大 成大三千个学生 选三个品学兼优 模范青年 我是其中一个 我有上帝的智慧 我有了上帝的爱 你们一定 我们以前只爱自己 各家至少门前选 修管他家瓦双双 人不及天主地命 信耶稣 施别受什么 当你慢慢给别人爱的时候 人家会不会给你爱 当你给别人关心的时候 人家会不会给你关心 我以前只有人的能力 信耶稣还有谁的能力 小生能力 超人的能力 让我们做 我们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中学毕业那一个暑假 印象深刻 老师把我叫到操场说 不用考大学了 很有希望 当兵嘛 那我当兵的代价很低 没有要当兵 我信耶稣 我后来跟上帝说 你做我生命的导演 天生我才什么 不要不要 上帝让我做到后来 行政院院长孙奕璇先生的基奥秘書 我是台湾最大顾问公司 当时从筹备开始的元老 十大建设我们做了八个 上帝可以化腐朽为神情 上帝住在里面 让你们有潜能 那个潜能不是生下来有 是圣灵在里面 我再说 没有信耶稣有没有快乐 有 信耶稣有什么 喜乐 没有信耶稣有没有平安 有 环境什么都幽默的时候平安 信了耶稣以后呢 环境再恶劣都有平安 如果你们圣经熟 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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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 叫出人意外的平安 一个月以前医生跟我说 你的胰胀上长了肿瘤 0.8公分 我们检查结果 你不是胰胀发炎 两个火的炎 我们现在往胰胀癌的方面 帮你追踪 我太太的心情 我用英文说 七上八下 我心里非常平安 生命在谁的手里 上帝要我死 医生能让我活吗 上帝不要我死 医生能让我死吗 回答我 照吃照睡 做了一系列检查 看了四个医生 最后有一个医生跟我说 贝贝你放心 是水泡不是癌症 我不好意思跟他讲 我根本就放心 我以前没有这么平安 我以前没有这么喜乐 所以福音就是明天会什么 更好 那怎么信主呢 很简单 各位你们刚才吃这些菜 味道怎么样 怎么办 你先告诉我怎么好吃 我就吃 还是你告诉我先吃了 我就知道怎么好吃 懂了吗 这杯茶好不好喝 好不好喝 好喝 好喝 你怎么知道 喝过了 你没有喝过怎么办 喝看看啊 所以没有喝的叫喝看看 没有吃的呢 吃看看 没有戴过的假发呢 看看 没有穿过的衣服呢 各位观众今天穿红衣服 各位过年呢 气质的问题 没有信过耶稣呢 信看看啊 没有看过的电影呢 看看看啊 我呢一信就信了五十八年 明天会更好 还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发问 关于我们在过年 或者跟家人相处 不一定过年 在信仰上跟不信的朋友 尽量问 但是他们还是会问说 就是有时候 你在船的时候 他们就说 你信你的就好了 我信我的 OK 请问我今天到一个 美好的风景区去玩 觉得非常好 他没去过 要不要介绍 要不要 要啊 诶 边田装的菜很好吃 我从来没吃过 我今天来的好吃 要不要介绍 你会不会跟我说 你吃你的我吃我的 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不会的 我今天碰到最好的医生 我感谢神 我昨天碰到一个好医生 当然我认他几十年了 他是到世界各处去 演讲 介绍微创 伤口很小 他可以 咬指 就说他在台中 可以替台北的病人开道 我请问你 我要不要介绍这个医生 给我的生病的朋友 我会不会跟他讲 你看你的我 你看你的医生 我看我的医生 你去看密医 我来看好医生 不可能的 所以你信你的 我信我的 不对的 如果我信的比你好 你为什么不信我的 我如果信的不如你 我信你的 我常常跟其他宗教徒 对谈这件事 我们来讨论 你的信仰 能不能让你跟上帝沟通 很多宗教需要灵媒 你们懂不懂叫灵媒 比如说 有人要透过基同 有人要透过某一种人才 可以跟上帝沟通 我请问你们三个人 我们没有串供 请问我们是不是 可以直接跟上帝祷告 可以 可以吧 我们祷告有没有回应啊 有吧 你不会说 Hello Hello 不会的 对方有response 我信耶稣是九点钟 九点半就有回应来 对不对 第二 你的信仰能不能让你有把握 你的罪得到赦免 第三 你有没有把握将来 一定可以到天堂去 那很多人说不知道 到临死那一刻 那万一进不去 不是倒霉吗 你的信仰是让你恐惧呢 还是让你喜乐呢 你看有些宗教很可怕的 你千万不要杀猪啊 下个辈子变猪啊 你千万不要杀狗啊 你下个辈子变狗啊 那个说我干脆杀人算了 我下个辈子变人了 我所有的问题刚才提的全是正面 我跟上帝有沟通 我有把我的罪得赦免 我的生命得到改变 我的上帝会对我说话 他是好的导演 我怎么知道我将来可以上天堂 因为上帝先把天堂 在我折务里面让我藏了一下 我在台北市有个房子 请问你 我怎么证明我有房子 所有权状 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礼副手书第一章 那个凭据有安文就是所有权状 所以你里面有没有圣灵 有吧 你一定可以到天堂去 因为那是你的所有权状 而且上帝让我们在地上 先尝到一部分天国的滋味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尝过天恩的滋味 这个虾大家都没人吃 好可惜 因为太远一点 我夹给你们 上帝创造我 这个手长的人就是这个好处 谢谢恩哥 你们瞎尝尝看 好吃你们就知道 谢谢 不要留给我 我已经吃饱了 尝尝看 好不好吃 尝尝看天国的滋味 你知道天国多么美 天上的喜乐 天上平安 天上智慧 对不起 还有天上的医治 2006年我得了一种病 10个医生 9个没有听过这个病 罕见疾病 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医生说只能够 帮你用内固醇控制 没有办法治疗 严重则死亡 我跟医生说 你不能治 还有谁 上帝啊 刚才讲过家 我刚才说我从小没有吃过韩元菇 可是我信主以后 我积极地投入教会 教会是我们的家 第二个家 我们每个礼拜跟家人在一起 我十个兄弟姐妹 来台湾的十个 我爸爸妈妈一口气 生了十二个 一个我的双胞胎妹妹早产 所以很快过世 一个送给别人 可是你知道我认得的弟兄弟 有没有多少 教会的有没有多少 我算不起 我认得的医生护士 到今天为止 超过一千个 因为我做一个团器的辅导 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国防医学院团器 我做他们五十年的辅导 到今年五十年 我认得医生护士一千个 我最近要动一个小小的胆囊的手术 有个医生说 范哥我来帮你开 就刚才讲的 到全世界演讲 微窗 而且我住在医院里陪你 你找到这种医生吗 主那弟兄 四海子那姐弟兄 我魂皮症的时候 周神柱牧师听过吧 张茂松牧师听过吧 朱子森牧师听过吧 朱子森牧师听过吧 跑到我家来 跪下来为我祷告 朱子森我连累留下来 我为你禁食四十天 我哥哥姐姐都没有对我这样 我第二次2012年得了肾衰竭 我的基酸肝 如果观众朋友医生知道 到了十三点二 医生的脸都像民进党 脸绿的 不可逆 洗了三次又好不到现在 朱子森牧师说 打个电话跟我说 范长老你要不要 如果你需要肾 我捐一个给你 哪一个家人对我这样 我儿子还开玩笑 爸爸你要捐肾的话 让妹妹捐 妹妹年轻 你知道我女儿怎么说 侄子更年轻 让他捐 当然是开玩笑的话 你有信耶稣 你不仅得到神的爱 你还得到人的爱 我到 我听过一个城市叫温哥华吗 五个家庭欢迎我随时去 我家 你家就是我家 东京有个留学生之母 丁维柔丁妈妈 九十二岁 自己到日本的传统市场 买大杂蟹给我吃 九十六岁老太太 那天天昏地暗 穿了两只不同颜色的鞋子 我妈妈都没有这样对我 所以信主不仅是 你跟上帝的关系好 你跟旁边的教会的弟兄妹 成为一家人 所以我虽然在地上 跟我的肉身的家人 从来没有吃过一次年月饭 我告诉你 我几乎常常跟 我在教会的弟兄弟妹 我们吃团圆饭 见面就是团圆 好吧 信耶稣真正好啊 好东西要跟好朋友怎么样 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 就是跟你分享 哪里是跟你谈团圆饭呢 医生跟我讲 范哥你到现在骑摩 我七十七岁还在骑摩车 头发都不要乱 有个医生说 赚了很多钱 说我送你一部全新的车子 我说不要 先送停车位 因为停车位比较贵 有个妈妈到我家来 包一些水饺 你随时下水饺冷冻 我们家两个冰箱 我跟我那人两个人 两个 跟我们人一样高的冰箱 我打开冰箱跟她看说 里面满满的 请你下次送冰箱 我们认得三个朋友 知道我们侍奉上帝 我们退休经验 没有十八八 他们三个人前后跟我们讲 我们有一栋房子 每个月一块钱租金 让你住到你们两个建筑耶稣 我们说我们经济能力许可 不需要增加你负担 我们全部关系 在教会里的爱 如果你参加一个好的教会 所谓好的教会 不是大 不是人多人少 是他照着圣经的话 传圣经 照着圣经的话做的教会 所以 路加福音十八章 今世百倍 来世永生 你有给人的 人就有给你的 用什么生动 十足的生动 连摇带岸 上奸下流 倒在你的怀里 所以 你们信主没有我那么久 我已经五十八年了 你们如果继续坚持你们信仰 照着圣经话去做 你的家人多到不晚 我们去餐厅吃饭 偶尔会同德文青青去福藏 那一桌已经付过了 教会给第二个福音 我后悔说不知道 早早叫大碗 牛肉面应该改成牛筋面 比较贵 这是我的经验 上了飞机 空姐说不认得空姐 反映患长老登记 基督徒 上了天 升空了 以后 机长请你上去 一看 族内地群 把我从经济场变到我都藏 这是我一生的经验 要不要跟别人分享 要吧 所以 我们不仅有年夜饭 我们还有在基督里爱的 爱宴 我们这家会里常叫爱宴 初代的教会很可爱 凡务功用 那真是一家人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我家里的钱大家用吗 我冰箱里从来不会写 饭大零的蛋 冻的混蛋 不会的 冰箱的鸡蛋大家吃 食物大家吃 我儿子比我还高大 所以他的衣服我也可以穿 他不能穿我的衣服 我女儿比我太太高大 所以我太太可以穿我女儿的衣服 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我们有两个家 一个是肉身的家 一个是教在基督里面的家 我们如果过一个正常基督生活 常常可以知道团圆的饭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跟我分享 常常在家里的布置上面 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些主赐平安 对对对 其实有时候看到人家蛮喜气的那种 招财富贵 恭喜发财 对 那种我们可以贴吗 当然可以贴 只要不违反信仰有什么不能贴呢 难道你难道不要恭喜吗 对不对 发财如果是正常的发财 为什么不要呢 我们常常去弟兄姐妹开的店 我们为他祝福啊 求主赐福他的事业啊 圣经也给我们讲一句话 扩张我的境界啊 什么境界 事奉的境界 事业的境界 当然可以啊 我们收入越多 我们的奉献呢 越多啊 我现在早就超过十分之一了 我觉得十分之一是最低消费额 我们认得一个弟兄啊 在人看也没什么出息啊 因为读书读不好 爸爸就把他 爸爸去南非工作把他带过去了 五专彼业 创业 上帝给他个点子信主以后 爸爸的房子拿去抵押一百五十万 第一次贷款下来二十万 圣灵说奉献 说主啊你没搞错 这不是收入啊 是贷款啊 但是你神既然要我奉献 我就奉献 他现在是个上市股票公司的董事长 他在美和市有一百八十平的房子 有一天他开一个BMW 听过这个车子吗 叫什么 宝马 你知道我们叫什么 Big Mouse Wife 大嘴巴的太太 手扶在方向盘 油门也不要动 手也不要动 只要触摸到自动驾驶 就在台湾的高速公路上 回到家 车库不用停 下来按一扭 车子套进去 我说你有多少车 十五步中的车子 有钱吧 他说我每一个年的收入 百分之五十五奉献 四十交税 百分之五十九 这种人要不要赚钱 教会奉行 教会奉行 问题不是赚钱的多少 是你钱用在什么地方 我们说神不带来怎么样 神不带来 可是我们在地上可以转账天上 你要变卖你所有的洲际穷人 就比我财宝在天上 没有贼来挖洞 不会生锈 最近有个很属灵人讲的 被我反击 天上用不到钱 错了 天上用不完的钱 所以赚钱合理 问题是做什么用 所以恭喜发财 没问题 贴 你不贴你拿到我家来 他也没问题 每当我有团圆的时候 身为单身了 我会觉得孤单寂寞 我如果跟神寻求 一个比较合神心的人 诗篇六十八篇第六节 上帝使孤独的人有加 创世纪大概是二十四章 亚伯罕找了一个老仆人 说你回到我的本地本家 帮我的儿子毕萨娶个媳妇 这个老仆人一路走一路祷告 耶华让我遇见好机会 话还没讲完立百家出现 刚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华 并且依靠他他必成就 我的婚姻也是如此 我跟上帝说你帮我选 错了你负责 我看到现在 我看不到将来 对不对 我不知道这个女人将来怎么样 第二个我看到外面 我看不到里面 有人外面很漂亮 里面很凶恶 上帝让我看到我太太 我们结婚了四十八年 非常好 所以好好祷告 第二个 你如果有人不喜欢你 你不要怪别人不喜欢你 因为你不可爱 你怎么样让自己 成为一个可爱的 人家可以信得过的男人 殷勤的男人 孝顺的男人 有人际关系好的男人 求你哪个女人不愿意嫁给你 现在我要留几分钟的时间 为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祝福祷告 新的一年 我希望各位是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 乐上加乐 融上加融 活得越长 领得越多 我现在 请求我们各位观众的朋友 请各位三位工作伙伴告诉我 水有没有水源 有 电有没有电源 有 能有没有能源 有 那福气的源头是谁 上帝 因为上帝就赐福他们 穿世纪 所以要有福气 要有个秘诀 跟上帝来电 这个餐厅我相信有无线网路 我们怎么可以上网 密码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给人的通天密码 他为我们降生 为我们的罪受死 为我们复活 我们做一个祷告 他就住在我们心中 我们就带了福气的源头 行遍天下 所以我现在要求各位观众朋友 可不可以跟我以及我们三个工作伙伴 一起做一个祷告 我说一句 各位说一句 让你们接受这个福气的源头 那么我保证你们的明天会更好 我现在说一句 各位说一句好不好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是上帝给我最棒的礼物 谢谢你是上帝给我们最棒的礼物 为我降生 为我受死 为我受死 为我复活 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小年夜 我打开我的心 我打开我的心 请你住在我的心里 请你住在我的心里 赦免我一切的罪 赦免我一切的罪 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跟永生的上帝 跟永生的上帝 来电 来电 得到永远的福气 得到永远的福气 赐福我 赐福我 我的一家 我的一家 婚姻 事业 健康 学业 学业 灵性 出入 出入 都蒙你的恩典 都蒙你的恩典 感谢祷告 感谢祷告 奉耶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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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阿们 请问当我们这样做完祷告以后 耶稣在哪里 心里 有没有感觉 迟早会有感觉 当你把一个种子种在土里 浇点水 给它一点空气 给它一点肥料 给它一点阳光 慢慢这个种子会什么 发芽 你不知不觉它就发芽了 它有一天就开花了 它一天就结果了 所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跟我做了这样的祷告 请你开始每天读圣经 照着圣经画做 每天祷告 跟上帝来店 参加你家里附近一个好的教会 你会享受到我们今天晚上四个人 所享受 除了桌上的美食 我们还有属灵的粮食 就是灵粮堂的灵粮 让上帝赐福各位 明天会更好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用这个比喻 这个手机是我儿子送的 到今天用的都不错 他最近 因为他在苹果工作 所以他送我苹果 iPhone 我这个是6s 他说要送我个10 所以不用7就够了 因为对我来讲 五归之大卖 我要把这个手机用到最极致 我每天要做个什么动作 充电 充电 充电就是祷告 我几十年来没有停止过祷告 祷告就是跟上帝来店 最后一个 照着这一个手机的规范来操作它 我们照着圣经去做 我们明天一定会更好 世界上的人是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基督徒是活得越长 比较多 这是我58年的经验 跟各位参考 谢谢大家的观赏 我们非常谢谢你们 求你们 请你们也支持我们论坛报的事工 论坛报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报纸 如果你是基督徒 我们希望你订阅 我们希望你祝祷告 我们希望你奉献 它是一个文字 以及其他方面的媒体 我们现在扩张我们的境界 我们盼望所有的我们的同胞 全世界的华人 透过我们各种不同的节目 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命令 是要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传福音直到第几 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 奉父子声明给他们施行 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 我们都教训他们 跟我们一同遵守 那耶稣就答应我们 祂要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在办公室上帝与你同在 你在家里上帝与你同在 你在坐飞机上帝与你同在 你在医院里面 上帝也跟你同在 那我们都讲一句话 有上帝同在就是什么 两个字 天堂 所以天堂在我心 天堂在你家 天堂在你的职场 天堂在你的婚姻 天堂在你的亲子关系 天堂在你的人际关系 你任何一个小角色 大角色都没关系 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 圣经有些小人物 到现在名字都不知道 有一个叫小女子 介绍她的主人说 我们家向有个先知可以治你的大麻风 这个她的乃曼这个人 开始不信了 不信白不信 回来去找这个先知 先知说你去约旦河洗七尺 我们这里有淡水河 我们有基隆河 为什么要到约旦河呢 不洗白不洗了 洗了以后她的大麻风 全部的痊愈 她后来归向月华 小兵地什么 我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 可是我们却做大事 这是福音 我已经传福音传了五十多年 而且乐此不疲 累得半死 忙得半死 但是你们猜心里快不快乐 快乐的要命 因为耶稣说只要有一梗 在地上悔改信唐 天上的天使天君 都要为我们欢喜快乐 谢谢主给我们一个机会 在小年夜 跟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手机前面的朋友 可以分享福音的好处 我们也谢谢这三位同仁 他们辛苦了一年 今天晚上请他们吃热的饭 不吃白不吃 吃了不会变白吃 如果吃不完 我们就打包 我已经吃过饭来 因为我的母老虎 已经做了很好的晚餐给我吃 我叫他母老虎 他也没办法 已经夹鸡水鸡夹狗 但是我们有更好的属灵粮食 可以分给别人 上帝要大大赐福你们 透过论坛各种不同方式的服饰 提供全世界的华人 一个信仰纯正的福音的节目 一个频道 一个媒体 一个文字 我们也有纸本的论坛报 我们希望大家支持 基督徒请为我们祷告 我们有更多的钱 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像我儿子做义工 很开心 因为我已经有推出金了 我不需要忙 我们就是很快乐的跟大家分享 还有点时间 大家要不要跟观众朋友说点祝福的话 大家要不要跟观众朋友说点祝福的话 答吗 可以啊 可以 一起说 我要一起说 你们自己说 好 那在今年这新的一年 要祝大家在团圆 在年夜饭的时间 都能够好好享受 这个团聚的美好时光 不只是跟自己家人 也跟自己在教会里面的伙伴朋友 一起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在小年夜 祝大家 新年蒙恩 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万事如意 有神同行 谢谢 哇 观众朋友听到恭喜发财 一定会说阿门 该你啦 在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都有神的赐福 平安喜乐 健康 我要特别祝福我的弟兄 在今年找到他 上帝为他预备的那一根肋骨 Amen 让孤独的有加 那如果你今年找到你的那一半 我非常乐意来参加你的婚礼 如果你不找我 我就去做花筒 哈哈哈哈 哦 哈哈哈哈 哇 哈哈哈哈 馈 tempor